開台啦 開台啦 9年半就要看達哥 聽到嗎? 我剛剛說了幾個聲音 有沒有人聽到?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葉輝廷 英文名叫輝廷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尤達 英文名叫傑達 你看,完全不配 要不就全部這樣 英文名叫輝廷 然後我叫尤達 所以我英文名叫Yoda 這樣就對了 像尤達大師 又是尤達,又是Jedi 然後還有什麼? 我叫楊光 英文名叫阿門 神經病,完全改名是瘋 還有什麼? 大家改了英文名字 昨天說很棒 跟老師申報說 改了英文名字 全部人改了做 Fighting 或者其他 Yetting Drinking Sleeping 全部改好了沒有? 有沒有? 有人跟老師說了嗎? 你還有半個小時表演嗎? 表演什麼? 表演英文名字嗎? 改英文名字還是什麼? 表演 我中文名叫開心 你可以叫我unhappy 你會覺得很好 你這個比喻 非常有趣 為什麼高登或其他討論區 沒有討論這套劇的名字 為什麼這麼低能? 大家好 我的中文名叫陳開心 英文名叫unhappy 嘻嘻 嘻嘻 刺罵 真的 聽完之後一頭無水 為什麼呢? 你明明叫開心 但英文名叫unhappy 不過這些 會計師 會計師 是不是全部人都有英文名? 正常翻身公 香港一定要改英文名 尤其是高sir 那些公 一定要有英文名 沒有英文名 就會告你 當你生回 拉你進去 監牢 坐牢 可能會 說笑而已 有點誇張 但會 有些人會說 有些人會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會說 達 你給面子就叫達哥 不給面子就叫達仔 他就會說 請問你有沒有英文名 有沒有名字 有沒有英文名 他說想叫你英文名 我說英文名叫Ted Ted哥 Ted仔 這就是我的英文名 他就說 不是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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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my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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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這樣說 我沒有 我一定要改這些 很少可 很少可 有人接受你 就是我沒有 你叫我 叫我中文名 他說你 鬼佬 不會讀我的名 還是怎樣 一定要 鬼佬都會叫 我以前的鬼佬同事 都叫我達哥 他也是這樣叫我 沒所謂 好 難道鬼佬來 你又要迫別人 改回中文名 你也不用 你還是叫他 什麼 啊 Jimmy 我跟李安納道 迪加比奧 也不會叫他李安納道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Leo 嘿Leo Man 我就是這樣跟他說話 也不會說 有時候 改名字 這些東西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你如果去國際小學 或者什麼 幼稚園 高級一點 用英文教 通常都會 逼你叫英文名 相信也是 或者你讀的 漂亮 好 嘩 漂亮 超級刺激 有什麼可能 啊 連一條柱子 拿過去也不進 通常 如果你去英文中學 或者什麼 他都會叫你 改英文名 你就不可以不改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總之就是這樣 這個規要 工作就更加 就是說 學校可能學習 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說 工作 為什麼一定要 改英文名 我就不知道 總之就是這樣 你打電話去見客 永遠都不會說 麻煩 我想找陳美玲小姐 或者陳美娟 不行的 一定要說 MuMuChan MerryChan 或者什麼 呃 還有些什麼 N Chan 很少改這些 這些已經很少 很少可 現在這些英文名 都越來越少 什麼N 追究式 全香港有多少人 叫Merry 沒有的 可能已經完全靈絕跡 新興的英文名 沒有人再叫Merry 蛤 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Merry 已經很不流行 覺得不好 或者怎樣 總之就是 沒有人肯叫 沒有人肯叫Merry Peter仔 那些都少 啊 還有些什麼 中文英文名 你們男生不叫 什麼Joseph 現在可能全香港 沒有一個男性 叫Joseph 咦 Joseph 我們 中文譯音 是叫做 約失的 你知道嗎 不是你們說的 早事 因為以前 可以說 是一些語言學 如果大家知道 以前J 不是這樣發音 不是 G 不是這些音 以前是Y音 為什麼這樣說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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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下去 怎麼會 什麼耶穌 耶穌 怎麼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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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那時候 讀大學 有個老師教我 他就說 你這樣看下去 就奇怪了 耶和華 怎麼轉 他也是J字頭 不知道叫 耶豪華 J-E O-V-A 你現在明白嗎 他以前J的發音 是讀Y音 所以就這樣 所以 正常 他是約失 以前 應該是讀 Yoseph 那些 Yoseph 阿拉伯文 還有這個名字 阿拉伯文 有些人叫Yoseph 就是 這個名字 同樣 大家也知道 猶太區 那個位 傳來傳去 其實以前 這些都是讀 Y音 所以其實正常 若韓 如果你是讀音樂 你就知道 什麼 若韓史特勞斯 名字是J-O-H-A-N-N 一般人就會讀 周閑 其實應該是讀 玉坑 那時候 那時候 音樂老師 我唯一記得 我居然是學的 是學英文 那時候學這些 音樂堂他就教我 這個不是讀 周閑 你說錯了 這個叫做 Johann Johann-Strauss 不知道第二世 好像 約翰史特勞斯 第二世 有首歌 不知道是藍色多老河 你可以在搜尋一下 你可以搜尋一下 挺好聽的 有一首優美 古典音樂 但叫做Johann-Strauss 你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好 來吧 其實John verste解 怎能譲到做約翰 你都覺得奇怪 怎麼裝阿John 應該好像什麼愛回家、媽妝 妝字一樣 其實以前應該讀玉閒或Yawn 你會覺得這樣就像若翰 哇 小心啊 以前總之凡是J字的 應該是Y字頭 即是發音那些 好 來吧 看他怎麼打開這球 2比0 好 及時救到 好 看這球是怎樣 哎呀 可惜不過頭 有些人就說 如果Jojo奇妙冒險 應該是讀Yoyo 或者怎樣 如果你要計算以前的 就要這樣讀 但現在已經改了 現在美國人也讀Jesus 也不會讀耶穌 他也不會讀Y音 所以你想想以前的人怎麼翻譯 以前 就算是中國人也不是白痴 翻譯他也會跟著讀音 但為什麼會讀耶穌 讀音就是 以前就差不多 這些音他才會這樣翻譯 因為上古傳入 基督教已經很久 傳了很久 已經有一段歷史 上古音他會聽到 Y音就是這樣 這就是語言學的問題 如果你可以深究 你去到大學 你就可以讀語言學 你就可以知道古代 古代的發音是怎樣 都很有趣 好美啊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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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有很多有趣的新聞 其中一宗就是希拉里 希拉里最近被人 救病被人告 大家知道是誰嗎 第一夫人 以前是克林頓老婆 現在好像是美國國務卿 衛高權重 近日被人告 話說是這樣 美國官員正常有一個 電郵是他們做官用的 例如 奧巴馬 美國政府.com 可能就是奧巴馬 白宮.com 他有一個專用 奧巴馬專用 就是上班公事用 希拉里被人告 發現他根本沒有用過這個電郵 沒有用這個電郵不是問題 最大問題是他把所有公事 用到自己的私人電郵 可能他用到 希拉里at gmail.com 這些 不是正常政府的機密 第一 你用什麼Gmail 或者你一個不小心 用的 用的 是大陸的 或者什麼 一會兒很容易被人吃鬼 哇 痴馬 近日用個人 雜貼email 信箱 一會兒 那些國防機密 被人知道了 美國的安全 不是凍過水 隨時被人炸 第二 就是本身 那些email 如果你寄到 白宮.com 或者美國政府.com 他會有紀錄 他會有一個伺服器 在那裡監視 監視著你 看看你會不會出股 通販賣國 貪污 還有一些 有備份 即是你的秘書 或者怎樣 或者調查一些歷代政策 都方便一點 那麼希拉里 就不知道為什麼 死都不肯用 但這個是 法例來的 即是聯邦法 是說官員應該要用 政府給你提供的email 來做公事 但他就好像不知道什麼 他做了幾年國務卿 用得極少 每次公務 即是自己那些 即是那些 咳 美國那些政事 那些email 全部都是用自己的私人郵箱 最近就被人告了 就說什麼 可能那些人就會說 會因為這件事 想罷免他 也可能會影響他 因為他想選總統 有可能會令他選不到 因為是一件不利的新聞 就說他為什麼 這麼不透明 或是怎樣 那天看新聞 希拉里 他有一個辦公室 他有一個人回應 回應什麼呢 就是希拉里說 我這樣是沒有錯的 他就說 有什麼問題 他說這樣 都是上班 做到工作就可以 類似的樣子 他就聲稱 這件事 他說是沒有錯 那事情暫時是這樣的 告不告得入 或是怎樣 希拉里暫時還未知道 但最重要就是這樣來告 如果在香港的話 就不會 一般公司叫你 國防的事情 這樣就算 但一般公司 如果你說你用私人自己信箱做事 開心死 每天炸到你 炸到你頭暈 因為你公司信箱 不是那麼容易 有些人是 有些公司 你一定回去公司寫字樓 那部電腦 我會用內聯網 才能登記到他的 懶鬼電腦 那些懶鬼電腦 那些懶鬼電腦還很廢 我心想 有時用Gmail 那些更好 你猜 你那個公司的電腦很厲害 可能只有5MAT 那些懶鬼 即是你發了一張圖 已經爆了 就說什麼什麼 已經什麼file size太大 或者什麼漂亮 嘩 這麼厲害 怎麼搞錯 或者很容易 有些公司的電腦很廢 爆了就不能發出 你一定要定期清 爆了就不能發出 很正常 但他未免的容量太小 人家好像Gmail 起碼 幾千封垃圾郵件 丟在那裡 不刪除都沒有用 但你公司的電腦 可能存50封 或者10封 已經爆炸 人家已經不能發出 電腦 或者怎樣 或者有時候收不到 電腦 有時候就是這樣 好 來吧 我認識的 而且我也很不喜歡收電腦 說真的 有時候公司的 人事部制度 或者怎樣 好喜歡在那裡 拿E-mail通知你 幾天幾天不用上班 或者什麼可以收早 這些 我很討厭 我寧願 說真的 這些真的貼上迫布版 更好 每天看 有時候E-mail做事這麼多 十幾二十封 得鬼閒看 有時候看到人事部 就馬上刪除了 也不太忙 很多不知什麼資訊 那些什麼 如果你回到那些公司 有時候人事部 會定期做一些 好像周刊 月刊 什麼同事 什麼護眼操 大家要看 什麼健康 我很好 以前有些人不喜歡簽回條 不是 我經常簽 我每次都簽得很準時 一定會簽回來 套進去 可惜 有多少人會簽回條 或者很討厭簽回條 我沒有回條才好 說真的 寫手冊 這些才是最好的 Simple is the best 這些是最棒 寫什麼E-mail 我根本已經是 在氾濫的情況下 根本更加不會留意 經常都覺得 這些應該是垃圾油件 立即D看也不看 他白白浪費心處 反而如果他 他做那些 閃閃靈 他做個回條通告給我 我真的看 我會保持釘在這裡 對吧 好 來吧 好 這場球 衰黑仔 本身 應該贏 剛開始 中儲 這一球 入一球 本身應該是和球 咳咳 咳咳 我沒有沒有簽 我一定會簽回來 不是沒有簽 我說了 不好 我一定會拿給家長簽 回條 回條 不要自己簽 這些一定要記住 因為他讓你父母知道 說真的 好 來吧 有分兩件事 通告 通告有時候小時候收拾書包 都未必給父母看 立即禮手 拿槽 丟到垃圾桶 之類 或者誘了書包 我一年之後 說媽媽 上年有一封通告 給你看看 這樣 這樣 回條 不簽 就會被人罰 這是真的 好 那些回條 如果你 如果你不簽 去旅行 那些都一樣 會讓你去 或者怎樣 正常都會讓你去 好小可 不讓子女去旅行 好 進來吧 成龍 去旅行 上遠處位置 控住 吸回來 想不想射 可惜 被人難倒 沒辦法射到 接著還有一則新聞 近日大陸 大家知不知道 平時在高官聚會 宴會 人大常委 XXX 集會 通常 這些集會 通常一攪一攪很久 四五個小時 沒有走 通常 除了 那些 議員 官員之外 還需要什麼 職位 你知道嗎 有人猜到嗎 好 可惜 大家猜不到 大家猜不到 議會 這麼多 四五個小時 除了官員出席 還有什麼人 不知道 答案 會有一些 好像要適應的人 負負責幫領導 官員 去斟茶 遮水 餵果盆 給水果 提神飲品 食物 以往 大陸 所有 議會 全部 適應 都是女人 高差 旗袍 大家都知道哪些 裙子很長 但又高差 近日 有個新突破 決定請新的男性 現在加入了男女平等 國家開始進步 強大了 現在就有男女平等 有男士應 穿中山裝之旅 又紅又黑色 通常都是這些 大家可以留意大陸的 正規的服裝 通常是紅和黑 要不就是 那些故事版 就是紅底王字 就是熱烈歡迎 大家留意 那些 顏色 大陸永遠都是用這幾隻 熱烈歡迎 就是紅底王字 衣服 就是紅和黑 通常都是這樣 很少紅狀黃的衣服 就是紅和黑 那為什麼會加一些 男性的侍應 幫領導賭水 很多人都奇怪 為什麼 用了幾十年 做什麼 無緣無故 有些女人 就是 為什麼無緣無故 加一些男人 用來針水 是不是 身口味 還是怎樣 答案就是這樣 就說 有些官員還靈 摺得緊緊緊緊緊 看看有沒有機會 快點進攻 哎呀 很刺勁 低能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加一些男性呢 為什麼呢 因為官員 他經常看到女 他就說 整天想著看女 不集中精神 就是 請親一定要 你知道 領導 到一樓 官級場所 一定要見客 也不一定是 自己本土官員 要見外國人 要看面 可能對上貌有些要求 官員會常常看女人 看美女的適應 所以現在加一些男人 就中和 希望官員更加集中精神 不要看女人,處理正事 但我不是,現在官員也有女官員 第一,你放一些帥哥 一樣去看帥哥 此期一,第二,帥哥也會看 嘩,這個針水的人也挺帥 木村托載,你的立道 這個尺尊尼迪寶 你都會覺得,都會看 如果是這樣,全部弄機械人 如果你真的想不想弄機械人 倒水,倒茶大水,或者弄一部飲水機 算了 不用找人針,自己去針吧 口渴,那些人 或者直接用喉 直接口渴灌進口裡 或者怎樣 一坐下來馬上幫他 有人幫他擠出鹽水 擠進去 現在永遠補充營養 你肯定不會口渴 喝水機 喝水機 喝水機可能太軟 那些議會廳都很大 然後如果你說去喝水 也可能針 有肯定一針 順便有蛇王 走走很遠 可能一針就針幾兩小時的水 然後回去 你平時公司都是這樣 我是Panchy 去茶水間針水 然後針半小時 再回去 難道乖乖的 真的針完馬上回去 會議很重要 會議很重要 少了我不行 有多少會這樣 巴不得走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之後還有一則新聞 也是有趣的 是什麼有趣呢 就說 小心 可惜 說什麼呢 就說 古代 現在有一個推論 懷疑古代人 視力是不能收藍色的 因為最近有很多人在爭論 昨天說完世界大戰 那張照片 什麼藍照 還有那條裙子 一個看到什麼藍黑鑑 有些人看到白金鑑 就是在世界大戰 大家知道網上之前 傳得很厲害的一條裙子的照片 最後就說什麼科學家 人類對顏色感覺有什麼偏差 就是自己的腦部潛意識有影響之類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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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有一個 根據這個指控 很多人就去查古書 發現 歐洲 古希臘的文獻 還有 就算包括中文 發現也沒有藍色這東西 沒有出現的 是藍字 沒有直接寫著藍 就是說什麼希臘 都沒有一個blue字 或者英文 那些 沙士比亞 都沒有一個blue字 他又說 會不會古代人 看不到藍色呢 他就這樣說 所以就這樣說 但這東西你會覺得 有點奇怪 雖然 你說中文沒有用過藍字 但他有其他字眼 例如青字 那些都是一些 字眼代表 此其一 那個包青天 大家都知道 除非你說 以前古代是綠色的 現在 經過時代久遠 變成藍色 這樣 但還有 還有 你看到古代的畫 你看到達文西 那些什麼 他們都會有 藍色 耶穌有時 都是穿藍色 即是 有一件袍 但他有一件藍色圍著 還有 蒙羅麗莎的微笑 你看到那些畫 你就知道 那些 MICLEANGELO 都會畫到天 是藍色 或是怎樣 很多都有藍色 所以這東西 就 指控 對 古代 但普遍古代的人 就未必會直接 為一個藍色的字 生一個字 通常發展到差不多 歷史 文明 才會發展到這樣 他是這樣說的 埃及 要去到 不知道 BC2500年 他第一個開創 可以游藍色 他說 人類 歷史上最先發明 藍色顏料的人 就是 埃及民族 在BC2500年 發明了一些染料 可以染成藍色衣服 他就這樣說 好 但我覺得 應該不會 古代人 看不到藍色的 神經病 有什麼可能 大佬 只是看不到顏色 彩虹 只是看紅色 黃綠 青 沒有一絕 當然是指 沒有可能 大佬 我又不太相信 除非人類進化 還是怎樣 突然間收到 小心 古代的人 你們信不信 你們信 可惜 古代人 看不到藍色 還是怎樣 藍色 為何先叫藍色 這是問題 為何 Apple 當時發音 就是這樣 有時候會有這些 語言學 會有說 爸爸媽媽 你發現 每個地方都差不多 為何 因為 寶寶一出生 通常在喊 寶寶可以發音 比較少 爸爸媽媽 通常都是這些 所以會研發 你會看到 通常不同民族的父母 都是叫這些 爸爸媽媽 就算是 外國人 都會叫爸爸媽媽 他有時候都是這樣說 他不會叫 爸爸 媽媽 說真的 我也很少聽到 聽到外國人 會這樣叫自己 嘿! 爸爸? 會不會這樣說 爸爸 爸爸? 你什麼都在做 很少會這樣說 看電影 就是 爸爸? 媽媽? 爸爸? 或者 嗯 對 很少會 很少會叫自己 爸爸 即是 爸爸媽媽 可能中文 會叫爸爸媽媽 會叫 這些經常叫 鬼佬不會 好 來 上去 聖龍 再撞直線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對面已經是狂防守 超強的 好 來了 可惜 是想搓 可惜搓不到 鬼佬 鬼佬有哪部電影 有說什麼 爸爸? 爸爸有 是說神父 什麼 爸爸 即是他叫神父 就叫爸爸 或者Godfather 那些 可能會有 否則 真的很少用這些字眼 說真的 什麼 mother 這些都很少 來吧 給下去可惜 也是被人難倒 大概是這樣 還有一則新聞 是這樣的 他說最近 鬼佬有一則新聞 很瘋 說那些 護佬院 好像在英國 英國 英國最近 涉嫌有個護佬院 在虐佬院 在虐佬院 在虐佬院的老人家 即是居住 在護佬院的老人家 話說這樣 有個孫子女 想探望自己的媽媽 媽媽跟她說 救命 一見到自己的孫子女 就跟她說 我肚子餓 她說 可不可以給我食物 她們一直不給我食物 或者怎樣 然後就說 很辛苦 然後 一開始 因為這個媽媽 本身是有點腦退化症 孫子女 初時 以為她會不會亂說 24 可能是神智不清 導致她有幻覺 亂說話 誰知過了不久 好像一個月左右 這個媽媽就過了生 原因是 死因有很多 有些嚴重的 不知什麼感染 此其一 病 第二 全身有些 很瘦 全身有些傷痕 瘦到不得了 好像很久沒吃東西 瘦到得閒骨